歡迎收看明代來接招 我是何啟勝 我是錦瑜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的這個 因為換了一個女的主持人 總算讓我們覺得有點新鮮感 對不對 陳怡柔你不要回來好不好 開玩笑 今天來代班很開心 選前倒數階段還有人敢明代來接招 勢必是一個重量級人物囉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最近 我們看到很多的這個 要參選總統的 去蹭 蹭網紅 是吧 所以哇網紅現在不得了啦 真的但是這股網紅 政壇的網紅旋風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啊 我告訴你今天呢 我們要知道這個答案 就必須要問我們今天的來賓了 我們今天的來賓 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台灣 第一代政治的網紅 這麼厲害 熱烈的掌聲歡迎 侯漢廷 台北市議員 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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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北投我相信呢 很多網路上的朋友啊 對漢廷一定是不陌生的 沒錯 因為我們老朋友了 我就直呼 就不要叫異作了 感覺很生疏 不敢當不敢當 因為來到我們這個明代來接招 雖然名字看起來很恐怖 可是事實上呢 就好像在客廳裡頭聊天 這樣的一個氛圍嘛 好不好 那漢廷先跟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議員侯漢廷 剛才這個齊聲哥跟警局所說的 實在是不敢當沒有這麼厲害 所以要跟大家一起努力 然後為台北市來打拚 確實是透過網路啊 其實之後啊也陸陸續續有很多的 這些朋友在網路上頭 行銷然後進而當選 然後從事政治工作 你比如說有我是中立人的這個 王浩宇啦 有這個台北市的呱吉啦 都是從這樣的一個背景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 待會是不是也多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心從事政治服務工作 到底是怎麼樣可以借重這個網路啊 然後來因為王浩宇當時來節目裡頭 也曾經跟我們也做了這樣的分享 那讓我們花很少的錢 對不對 然後一樣能夠這個遂行 我們想要為社會服務的這樣一個心願 好不好 我們先介紹一下漢廷好不好 漢廷的小檔案 來看到大家對他不陌生 但是他也是學霸來著的 學霸來著的 一開始就是台大的政治系的理論組 畢業之後就到台大的政研所 攻讀碩士班 我能打一個岔嗎 怎麼了 這沒有寫高中 是不是高中不是太好的學校 沒有高中板橋高中 那不錯 那經歷的話就是現在的台北市議員 然後還是遠山sell自媒體創辦人 這邊有一點玄機喔 大家待會可以聊一下 那大家不陌生就是網路節目主持人 政論節目的常駐評論家 還有在雜誌政治專欄是個作家 我那天有一天跟漢廷在聊天的時候 我才發覺說 他是他的政治評論工作 第一次 算第一次吧 這個上鏡頭 他有去甄選過政論節目主持人 真的啊 那時候呢有一個節目 叫樣名嘴 我都哭嘘不才小弟 逼人我就是那個節目的主持人 評審 評審之一 評審之一 其實我對王秉中的印象比較深 坦白說的 當時我們在友台舉辦的樣名嘴比賽 然後我當時應該是大二還大三吧 好年輕喔 大二大三 所以他秉中比較年長 對他大我一屆 也才大一屆 那你告他要保養 對啊怎麼啦 才大一屆喔 對 然後當時這個參加選拔 因為以前我高中是辯論社的 所以當時看很多政論節目 然後我都覺得名嘴都在胡說八道 所以都覺得我們辯論 打辯論的出來 然後未來應該可以在這裡面 就是有一些發揮 所以當時想說 哇辦了名嘴的比賽 然後我就可以去參加 那當時呢 齊聖哥也給了我 跟其他評審共和給我 特別觀點獎 算是有拿到獎 是是是 對 確實是相當不錯 而且我才知道說 哇 你這個是 呃 台大政研所畢業的 那你後來 怎麼會有這個機會去 去 因為對政治關心 那對政治關心你的政治參與的這個歷程 是不是能夠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參與當然是很一步一步的嘛 因為大家認識你的時候都是在網路上走 而且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個法夾灣的哪支影片 對不對我相信點擊絕對是高的 有有法夾灣應該有有破百 那小的時候是在319槍擊案當時 我還是國三 那當時正在準備機策 然後 2004年 2004年 所以我當時就在中午午休的時候呢 然後 我就不睡覺 然後就開始在寫東西 到了晚上我就直接背著書包 跑到了當時中正紀念堂 然後 上那個大車來演講 這算是第一次的政壇出體驗 高中 國中 國中 那為什麼人家要讓你上去講 他大概覺得要給年輕人機會 你是小孩子 你不是年輕人 他有問我說 天啊 這麼驚訝 我說我是全台演講比賽冠軍 他說好讓小朋友來試看看 他們當時也需要小朋友的聲音 所以那算是第一次的 你那時候有錄音錄影嗎 沒有 當時電視台有播 但是後來那個老的袋子有沒有找到 他媽媽看到有覺得 想說哇 晚上居然跑到 對當時我爸媽都不知道 因為是我自己自己跑過去的 然後還有一些學校的老師有看到 然後 後來呢 是因為我讀了政治系 在08年以前 我是第一次院是中文系 你這麼小 2004槍擊在這種 你才在念國中啊 不是啊 那個子彈怎麼會轉彎啊 那是國中生 那是不可能啊 而且後來06年 洪山軍那個時候 幾乎所有的高中生 跟大學生 幾乎都是倒扁的 因為貪腐的這個案例 很鮮明嘛 就是很具體 就像 2014年很多人 去討厭馬英九一樣 當年是很多的年輕人 都討厭陳水扁 所以是一樣的 所以當時都覺得 有腦袋的人 都是應該要反對民進黨 那後來呢 直到了08年 就是很多的朋友 都讀了政治系 那我本來第一次院是中文系 然後後來我就轉學 也轉系 轉到了政治系 喔是轉系的 轉到了台大政治系 所以你是真心熱愛 一方面是當時 2008年那個環境 突然讓我覺得 人不學法 正乎以立身 喔 有沒有 只是當時好像據說 政治系比較好考 那後來其實也沒有 很多時候是這個原因 好不好 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們在台大政治系 到了二年級的時候 都會主辦一個政治職業 我不曉得那個時候有沒有 有 政治職業 我每一次 我幾年來 我都是政治職業的桌長 也就是 也就是畢業的這個校友 回來當桌長 跟學弟妹分享 很多人 很多學弟妹 念台大政治系 並不知道 將來要做什麼 很多人是因為分數 相對政治系 比較分數低一點點 後來比較明顯的 應該從12年開始 當時社會上 就出現很多的街頭抗議事件 包括從反旺中 然後到大普事件 那因為我當時 正好在台大政治系 其實以我所學到的觀點 然後跟當時 課堂上老師 教的學問 然後我認為去衝撞 這個行政機關 是不符合學理的 也是不應該的 那包含當時去反對 所謂的媒體壟斷 那我當時更正好 就在修一門 所以你說 太陽花的時候 你在念書 對 當時是研究所 已經到研究所了 然後轉到研究所的時候 那我系上 所教我的課程的內容 其實政治系 是不應該支持 這種體制外的衝撞 政治系比較支持 透過體制之內的選舉 然後或者各種發生 各種連署 所以在太陽花的時候 我們就出來 發現沒有人出來反對 那我們就出來反對 因此就比較 開始上一些政論節目 是最早期的時候 可是我們台大政治系裡頭 也有很多老師 是獨派 其實在政治系來說還好 大概明顯的 只有一兩位 其他都是隱性的 很多政治系的老師 其實在當時都是 都有發文說 反對太陽花 那主要是這種 衝撞的方式 是不恰當的 所以那時候研究所 所以你後來很多 螢幕上頭的表現 都是畢了業之後 對 是在研究所畢業 然後在2016年的時候 除了參加那個要名嘴的 那個選拔 是在念書大二嗎 然後在2016年的時候 開始當時選舉結束 然後就開始拍了 一系列的短片 所以你的崛起 跟蔡英文的當選 也有關係 差不多 也可以這麼講 都是同時間 所以崛起的速度很快 對 然後發現網路也是一個 很好的管道 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年輕人 大概沒有辦法 平凡的去上電視節目 那所以透過網路來發生 是我們唯一的一個管道 那你念政治系 為什麼剪接的 還是不錯 因為這是我們大學的時候 就要學 我以前在做家教 我以前在做家教 然後我自己去做 家教是教什麼 我教政治學 然後也教國小 沒有沒有 家教怎麼家教念政治 對 有人在補政治 是這樣嗎 我教轉學考 因為有人可能大一 沒有考到台大政治系 然後他們想轉學 所以我就教政治系轉學考 你應徵家教的歷程 我覺得我也很好奇 你到底是怎麼找到有家長 要去幫自己的子弟 然後要轉學 然後去找家教 我們一般都是因素 對 因為開始大二大三 一開始都是教 什麼小學 國中高中的國文跟社會 因為本來就讀文科的 但是後來呢 因為要同時準備跨年級的教材 才是很累 所以後來高中先退 就開始專心教國中補習班 那本來同時 因為我其實是轉學 考到台大政治系的 我轉學的 所以呢 就會有學弟妹來詢問說 那學校那你考上的經驗 心得是什麼 我都有寫一些文章 後來呢 就很多的學弟妹來問 那我就開家教班 哦 是這樣子的 不是你去找的啦 其實事實上是 是你先發表過 然後人家來找上來 然後我就自己也做了這個 教學的影片 然後就都自己剪啊 什麼的 放在網路上 什麼猜題啊 然後各種預測 然後我現在已經沒有交了 我已經交給我的學生去交了 然後學生交出來的成績 都比我當時還好 我們當時一屆只招九個人 然後我交出來的最多 也只有錄取四個 就九個中四個是我學生 但是現在我的家教學生交出來的更厲害 能夠九個當中 八個全部都是他學生 那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哇不僅是在政壇 連補照界也是有 不曉得有這麼一段經歷 真的 問一下以前那個大一 這個要考政治系 遠山政治學 算是小的 小的名氣 那你提到遠山 是不是其實也是有玄機的呢 就綽號叫遠山 然後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無名小戰部落格時代 我們很懷念 知道 已經關閉了 關閉了 我透過無名也認識好多的朋友 他以異性為主 以前也都是常常看正妹啊 那無名小戰 我以前的部落格名稱 就叫遠山喊笑 然後後來大學上中文系的課程 老師都說希望每個同學取個字號 所以我就取好遠山 這樣好像是沒有回答 那為什麼 布魯蝦都遠山喊笑呢 因為以前很喜歡看梁柱的電影 梁柱柱的電影 梁柱柱就是邵氏的50年前黃梅調電影 羅志祥演的那個嗎 不是不是 那是後期 沒有啦 年輕人的 為什麼我有世代的差距 從這裡就可以證明了 林波跟樂地的 原來這個你有看過 我自己都沒有印象了 因為你已經跟我插了幾個世代了 高中開始聽啊 以前我國中有一門國文 國中的國文老師 然後有放給我們看 然後呢我就覺得很喜歡 然後就一直聽一直聽 就是反正在加關鍵 你是不是你同學當中的異類 你有朋友嗎 有 有這種同號 沒有沒有沒有 就我在聽啊 對啊 所以很異類啊 就別人在聽周杰倫 然後我再聽黃梅調 天啊 是是是 所以你的心裡 住著一個老靈魂就是了 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那個影片 其實還蠻不錯的啊 就是歌也蠻好聽的 然後可以學到很多歷史典故 所以當時 邵氏系列 正在重新翻拍DVD 然後我就每一個就是 VCD我就能買都買 遠三韓笑 什麼什麼七仙 那遠三有什麼 特別的寓意 沒有啊 就是純粹是 其他歌詞啊 OK啦 就是因為有一個 遠三韓笑 如果我當時 先喜歡戲鳳 可能我綽號就叫戲鳳 唉唷 我不該唱這一段 那你看我也是 那樣一下 好 唉 那個我們講要做影片 到底這個 漢琴的影片 到底是什麼樣的內容 如果你沒有看過 我們再看一遍 如果看過我們複習一遍 好不好 好 一百七十幾人 一百七十幾人 好 不錯 15秒 15秒 那這個節目的時候啊 那個遠三 遠三胸之所以能夠拿到這個 最具觀點獎 從後來的這個影片當中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辯論比賽是這樣的 確實 確實 確實也是 20 對不起 19 就是民國 民國 74年 新聞科系大專輩辯論比賽 變成這樣 第一名就是我 哇大學長 第二名 跟你分享一下 第二名 嘉義是副市長 現任的民進黨立法委員 李俊毅 李鴻錫的公子 好不好 特別跟你介紹一下 還有大學長 隆重 隆重 隆重介紹一下 這個 透過拍片 純粹只是為了要去做一個 理念的一個表述 或者是其實你有一些譜牌 因為我們 我們對照你今天的這樣的一個 後來去參選 然後 等等的一個一個一個規劃 摯哀的規劃 當時拍片 這純粹是為了好玩 就像說有人投書 對不對 你是拍片 或者有人是 上節目 或者是 或者有人去參加社會運動 每一個選擇不一樣 其實 很多參加社會運動的 現在在新北市的這個代偉善 他也是 也是議員了嘛 所以你當時拍片 是什麼樣一個想法 想要知道的話 趕快按讚 加分享 加分享 是加到你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訂閱 訂閱按小鈴鐺 沒有沒有 我說這個本節目 就可以一一一的這個照顧要 其實已經很了不起了 我們已經一百多人 哇 繼續繼續 一百八十幾 一百八幾 今天算到兩百沒問題 當時拍的時候 當然不知道後來會從政 其實最簡單拍攝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我們用一個 比較輕鬆有趣的方式 然後來表達一些對 時事的爭扁 然後跟關心各行各業的辛勞 那這也是有一些轉合 比如說前面兩三集 可能就都是比較政治的 然後是後來呢 才開始轉換到 因為幫警察那一集拍完之後 就剛剛看到那集 然後很多的警察朋友 就在我臉書下面留言 甚至很多的各行各業 也都到我臉書下面留言 希望我也能夠幫這個行業 來發生來拍片 那個時候其實我非常感動 因為原本我也以為 警察這一集 就是大概收視率沒有很高 OK 但沒想到收視率非常的高 就兩天以內就突破了五百萬到五百五 所以就覺得很感動 然後感動點是因為當時其實立委選舉結束 那我本來也在新黨不分序 就覺得自己雖然沒有 所以那是2018 16 對不起 2016 就覺得雖然不在立法院 2016是立委選完 總統立委選完 就覺得雖然不在立法院 但如果我們能夠透過新媒體的平台 然後一樣持續來為民發聲 然後能夠來做一些事情 那我就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 後來到了9月的時候是軍公教大遊行 9月3軍公教大遊行 然後因為我已經開始在上一些政論節目了 到了現場就有很多的算是支持者 然後一直跟我說要加油啊 然後有很多支持跟鼓勵的話 那當下就 還沒請上台 我有印象 因為93我有在旁邊這個觀察 對 有沒有請上台 然後當時呢 就是很感動很欣慰 就想不到說 這個 原本就覺得這個大學畢業的 這個普通的學生 竟然還能夠獲得很多人的關注跟支持 那如果我能夠成為一個 就是有用的人 或者能夠真的有貢獻的人 那我會很開心 因為以前小時候啦 就是家裡就覺得說 那反正出社會就是要做有用的事情 如果我是一個有錢的人 那麼我就可以去捐錢 那如果我是醫生 我就可以去治病 那如果我是一個可以透過媒體來幫別人發聲的人 那我就願意這麼做 對 那後來正式參選的就是已經是後來的事情了 對 參選的時候 後來我們也確實在台北市議會推行了很多的政見 所以說判庭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耶 這樣聽起來你的崛起的時間真的很短耶 你2016開始拍片 2018的選舉就出來參選 那就兩年的時間耶 可是怎麼感覺上大家認識你很久的 好像一段時間 對啊 怎麼會覺得感覺好像認識你很久 而且裡面看起來好像有點久 我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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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崛起的速度這麼的快 到了這個軍公教大二行93那天被請上台 事實上你 我們就用出道來形容好了 你出道也沒有太長的時間耶 就是那段時間獲得關注比較多 因為法夾彎這個詞算是我發明套用在政治上的 所以當時迅速獲得比較多的支持 是不是因為你看準說其實運用在政壇時事上面 要有一些關鍵字 然後讓大家覺得很有吸引力 因為我從2012年開始其實就一直都在關心跟參與政治 2012就開始了 對啊 或者說講更早319也算 或者說真正踏進來 或比如說在網路上有固定寫評論 差不多是14年15年 嗯 然後 嗯 法夾彎這個詞其實是我們知道 在政治上一定要去給人 怎麼講一定要有一些綽號 然後會讓大家更容易可以理解 有一些標籤 有一些標籤 對那其實像現在藍綠都會在進行這件事情 所以當時我們就發現 比如說像草包啊 對比如說 綠的就會罵韓國瑜是草包嘛 對 那藍的也會罵蔡英文 比如說他是權貴啊 空心菜啊 那貼上一個標籤其實就會能夠起到很好的攻擊的效果 對 了解 可是我有時候有在跟人家聊天 我說 欸這個為什麼到韓國瑜身上叫做草包 喔這個到民進黨身上叫草根 草包跟草根的差異是什麼啊 反正不是都是一種慫的意思嗎 那怎麼 那所以對草根 可是對草根 大家就覺得接力氣 他說 喔這個很草根喔 最後 那怎麼草包就 我就有說 唉你們政治太複雜了 我也搞不太懂 對標籤的攻擊 其實你要再標籤回去 你要再標籤回去 然後呢你要把自己貼上一個新的標籤 一直去解釋自己不是舊的其實沒什麼用 我以前建議說這個 國民黨應該要把民獎變成就是 韓庶民VS蔡全貴 因為韓國瑜很庶民 那韓庶民VS蔡全貴 或者呢是韓獨裁VS 韓民主VS蔡獨裁 因為蔡英倫他把公投拔掉 把什麼都選舉拔掉 各種的 那當然啦 後續沒有採取這個 對 不過 我是覺得很多的這個活動當中啊 都可以去觀察啦 到底什麼是獨裁 然後呢什麼是真的是一個民主的素養 然後呢展現 我看這個韓國瑜上博恩夜夜秀 我覺得這個就挺民主的 是說特技那一段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那麼多人反對他對不對 他還願意去跟這些反對他的人 一起有這個機會 共處一堂 我覺得光這個其實挺好的 願意這麼做 對吧 那蔡總統當然也有啊 包括說這個網紅虧他 對不對 這個叫什麼 我們叫什麼 這個撩妹 他也願意被撩嘛 是吧 講到撩妹 這個我們有一段 跟妹也有關係的影片 我們有準備 是很漂亮的美女 也有撩妹嗎 我不曉得在這個影片有沒有撩 但是我們看一下 你這裡面有 我們我們 1111的粉絲很喜歡的何婷歡 看一下這段影片 獲得支持 要靠什麼 打兩個字 明星嗎 不對 再打一次 是靠施政嗎 不對 是網軍 是靠ID最近的網軍 答對了 同學真聰明 沒有滿滿的 台灣價值 他答錯了 為什麼打我啊 因為我老師喜歡打你嗎 因為我老師喜歡打你嗎 老師打敗你生 就爽敗我心啊 哈哈哈哈 因為台灣價值不怕就被打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都可以想到 網軍這種 違反的憲法 因為現在怎麼都會花錢 搞標案養網軍啊 選擇題 2018年公投過半投票 廢除2025非核家園 民進黨卻仍然要搞非核家園 這是A 踐踏民意 B 實踐民意 C 實踐黨意 來 你說 這個做影片 我看這個武則天 因為最近這個武則天 真相武則天的妹妹 這個因為感冒引發了這個毛病 住到醫院裡頭去 我才知道說這個 其實也挺辛苦的 你剛剛在那個裡面的效果 A什麼 B什麼 C什麼 那個要去做的耶 所以挺花時間的 這是你自己剪接的嗎 對啊 我還記得有一次 我們在聊天 我說你當司機員應該比較沒時間 他說確實比較 那個產量有比較下降 隔沒幾天 我剛剛聊完一個隔沒幾天 就出一支影片 逼自己啊 就是不逼都不會行動 然後如果沒有什麼壓力 就會覺得啊 就這樣啊 沒時間 你研究所畢業出來 到底有沒有在社會上做過事啊 補教界也不算 因為那都算學校 不是那你畢了業以後 有什麼謀生的工具 你不是一天在那邊等通告 我是新黨的黨職啊 以前是新黨的黨工 新黨的社會 那有幾個薪水啊 兩萬五 然後後來做partime只剩兩萬 喔 ok 還是可以 都是靠家教為生啊 都是在政黨圈 所以你還有接一些家教 我家教交到2016年是最後一件 所以才交接給學弟妹 ok ok 那個 那裡頭為什麼老師打業員資啊 你這麼恨他 我知道 這是一個就是節目的影片效果嘛 那這效果就是一個比較好色的老師 然後不太講是非道理 那你也沒有偶包嗎 看起來 你也沒有偶包 不會不會 然後 那這個很顯然這個老師呢 就是反正都打男生 然後呢去吃女生的豆腐 然後呢講的都是一些很錯誤的答案 那當然他就能夠起到一個很荒謬的幽默效果 ok 其實就跟 反諷今天的政壇一樣嘛 對對對 很多很荒謬 但其實這個橋段 我以前也拍過很多次類似的啦 就都是這種老師一問一答 然後只打男生不打女生 但是這裡面找了特別兩位的發言人 一個是所謂的 新北的吳彥祖 吳彥祖 另外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歡歡 也在我們這邊有一個歡歡 什麼秀啊 歡歡live秀 歡歡live秀 但是我聽說 你剛剛那個影片還有下集 就在今天晚上是嗎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是羅志強打我 今天晚上還有一個羅志強 對今天晚上羅志強打我 就把葉原資換掉 葉原資是再下一集 因為時間還在安排 其實劇本我也還在想 但是就是要逼自己 總是一定能夠想得出來的 在你們這個政治網紅裡頭 我覺得有幾個人真的挺相像的 你比如說你一個啦 王浩宇一個啦 呱吉一個啦 還有哪一個 不要把我跟王浩宇列在一類 我們有點不太一樣 你說明一下你們到底哪裡不一樣 讓很多不清楚 像我這樣不清楚的人 能夠分辨一下 我不會公然造謠 OK 這是最重大的 最重大的不一樣 工具一樣 工具都是台灣網路 我基本上是透過影片啦 那其他的那呱吉當然 因為他本身就是網紅出生 他也是拍影片 是 浩宇好像沒有拍過什麼影片 OK 可能我不太清楚 是是是 但是你比較 你只知道說他是透過網路 在做行銷的工作 他在地方上也跑 活動也跑得非常輕 這是兩個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好不好 再一個不一樣就是我比較帥 這個 這個就 這個就得受公平了 好不好 我們下次 在碰到王浩宇的時候 也要反問王浩宇 說你到底跟侯愛妮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 那可是 欸 對 人家說跟視網模很像 他也是用反鳳的方式 反鳳現在在網路上叫反竄 反竄 他一直標榜著中華民國 然後把中國大陸 視為匪區 是吧 那所以鬥著很多的這個年輕朋友 就是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這個 就憲法而言 這觀念基本上正確的 中華民國憲法這條裡面就是把 大陸當成是 台灣叫做自由地區 大陸叫大陸地區 或者現在被稱為中國的大陸地區 但是這個還是叫一中啊 在中華民國之下 所以說視網模其實他即便反串 他反 他就算正串 不要說反串 他講的都是有道理的啊 沒有 他有刻意的 往極端的去做一些效果 是啦 會覺得很諷刺 那個地方又不是你家 然後一天到晚說的是你的 現代人都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支持中華民國的都是神經病 但其實不是因為他刻意把它導到 太荒謬的地方 還是有比較中道客觀一點的論述 那你跟他說了 你跟王浩宇的不一樣 那你跟視網模的這個差別又在哪裡呢 我跟視網模差別 當然就是我們的觀念不一樣 價值觀不一樣 價值觀不一樣 那你認為的這個中華民國 你認為的中華民國 我認為的中華民國 我認為的中華民國 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法 然後其實目前大陸地區跟自由地區 這是憲法所明定的 那其實很多 不是今天要講 就我剛才根據的 憲法追究條文所說的 是一樣的 但是還有超脫憲法的版本 就是我認為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只是政權 是在中國這個大框架底下的政權 所以其實是一個中國 這個中國並不是單純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是一個五千年年延不絕的 歷史的文明的血脈的民族的這個中國 只是中華民國是其中的一個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其中的一個政權 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去做 才需要去做溝通 才需要去做交流 而且做未來的發展 先前博恩葉葉秀不斷地去問韓市長 或者去講說 危害台灣的是哪一個國家 這個問題為什麼不是那麼正確 因為正確來說 依照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是中國 我們不能夠稱對方叫中國 對方站在我們的立場 只能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 那當然啦很多年輕的朋友不認同 或者可能聽起來會覺得很荒謬 但這是依照我們的憲法的概念 憲法的概念 跟國際的承認也是這樣 因為國際承認跟我們交往成為友邦 他也是承認ROC代表中國 所以以前馬英九曾經去參加那個 梵蒂岡教宗的這個大典 他其實呢做的位置是站在C的那個位置 站在China的那個位置 而不是站在T台灣的位置 那只不過當時媒體都沒有報這個 有媒體都去報什麼馬英九死亡之臥啦 那這就有點可惜啦 對就理論上呢 當時對於梵蒂岡教宗來說 馬英九的地位是等同習近平 因為他代表叫做中國的這個代表權 他就是中國代表習 那因為呢現在很多年輕朋友 可能不太知道所謂中國代表權是什麼意思 那大家可能不認同不接受或不喜歡 但這其實是一個事實上的局面 那就我所受到的教育跟我認知的觀點 那我認為中華民國是中國的一個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其中的一個政權 雖然雙方現在叫做互相不承認 但這其實是媚於現實的 因為人家就在那邊嘛 那我們也在這邊不可能說都不承認 那這也是綠營很容易拿來攻擊 或者是比較支持獨派的人 很容易拿來攻擊的地方 因此我認為兩岸關係的論述還是必須要往下一個階段邁進 我們講觀念正確 這種從歷史的脈絡來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該說一定要聊這麼嚴肅嗎 我告訴你一個結果好不好 瀏覽數沒有掉下來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一一的粉絲啊 那都是 經得起考驗 理性的 理性 然後呢 大智慧 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 可是剛剛講說跟這個 視網膜是長得有點像 有拿出比對的照片來嗎 沒有做這個準備啊 照片的話大家可以上網去看看 製作單位這個 對 剛才前面跟我Rade的時候還說跟那個林志炫有點像 沒有講到這一段 林志炫是不是 跟林志炫有點像 其實坦白說我是覺得跟劉德華長得還蠻像 謝謝大家 我們現在有下一題宋春聯的題目 宋春聯我們先要看一下我們送的禮物 我們再來告訴我們的所謂的粉絲 今年的春聯 重點是這是你自己寫的嗎 不是啊 你的字也這麼漂亮嗎 怎麼可能呢 現在的話我們都在郊遊耕場 拜託你幾年次的說明一下 幾年次 所以民國77年 民國77年 1988 民國77年的小朋友 字能夠寫成怎麼樣 我大概也可以 屬龍啊 屬龍 1981屬龍 小兩代 哎呀呀呀呀呀 大學長 小一代 沒有沒有 他小一代 沒有沒有 我說 他小一代 怎麼可能 我們應該是一樣的 他小我一代 他小我一代 為什麼他小你一代 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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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議員 我只能當 這個非常柯柏的主持人 好 所以這是恭賀欣喜 然後就簡單的春聯 簡單的春聯 所以希望能夠 送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今天提供多少 四張 三張 今天提供三份 三份 好 那想要拿到這個 侯漢庭侯議員的春聯的 那麼我們今天呢 有一個 有一個答案 只要猜中答案 就可以有這個機會抽中 侯漢庭議員的選區 是 是在哪裡 我們的稍後公佈 請在下方留言 好不好 如果要 希望能夠抽中我們這個春聯的 我們的 侯漢庭的選區 在台北的哪一個選區 那個 我們 大家刷起來 因為我們待會 會慢慢循序漸進的 可能會 徹集到 跟達爾有關係的 題目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就先不講嗎 當然先不講 先不講 讓大家 好好的來猜一猜 另外 另外 這個漢庭的中文 對 剛剛說他的中文好 然後呢 又還當家教 中文好 然後這個 又歷史也好 我們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出考題 對 看看中文是不是真的很好 來 是這個題目會不會對他來講太簡單 唉呦 這掉下來了 唉呀呀呀呀呀呀 是耶 這個都沒RE過 都沒過 這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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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真的 一般不是都要有什麼 ABC請選擇嗎 我真正 沒有RE的 我考你一個 好 不知道 杜甫十八噴 裡頭 講了一個 講了一個 講了一句話 叫做 叫做 古人 日以遠 他看我了 我覺得不要看我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親史 我只知道 責任日以遠 典型再出席 對 但是這杜甫正十八噴裡頭 特別有這麼一段 古人日以遠 親史 永不垂 親史 永不垂 好不好 好詩好詩 這是名流親史 或是這個 的出處 因為我們最近 常常看到這個 來 這個可不可以 杜甫的家人 裡頭 但見新人笑 哪聞救人哭 這常在用 特別是對於那種 劈腿男 有來之用 心人笑 對不對 對於劈腿男 通常都會送他這一句 但見新人笑 哪聞救人哭 下一句 愛情良格子 好辛苦 開玩笑 真是這樣嗎 沒有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沒Re過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叫做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濁 好難喔 這個確實 比較不太常見 你們可以出一些 在國高中課朋友 或者是一些 比較知人 來來來來 我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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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朱伯爐自家格言 高中有念 沒有 我們那一代沒有了 啊 我們那一代沒有了 各位好朋友 我剛哭起 五年級生 在我小學二年級 沒有把朱伯爐自家格言 背完 我的父親是不准我 出門去學校 還要 然後字 每天字 大概要寫 十個毛筆字 才能夠出門去學校 那我也不會樂於說 欸不用去學校很高興 沒有 因為在家更苦 在家更苦 所以朱伯爐自家格言 黎明吉起沙沙聽主演內會整節 這個在你念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在念過整個 沒有沒有 高中就是不分那個版本 好 好 那陋世民總該有吧 山不再高 有仙則靈 水不再生有 有龍則靈 思思陋世 唯無得心 這個有吧 可以調素晴月晶晶 對 知道 往來無伯町 談笑有鴻如 往來無伯町 好不好 既然那個朱伯爐自家格也沒念 那我就沒辦法 一絲一范當生來處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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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絲一伴侶 橫面物力為堅 一味與兒籌謀 惡 惡怎麼樣 惡靈可而絕傑 對惡靈可而絕傑 自奉必須簡約 艷克切無留戀 氣聚此而解 亡否生君飲 飲食月兒經元素於人雄 惡因華如問活良甜 三姑六婆 食音道之眉 卑美切交非貴房之福 同撲勿用俱美 齊切切禁 好來看 你們應該下次要先讓我來背一下 長聖說啊什麼的好不好 對 趕緊急啊 時間我一幾多點求的 養家有點算的 養在身歸人會是 很難有人把漢婷就是問到 剛才他語色這樣 真的嗎 沒有啦 這個 因為我有準備 沒有啦開玩笑 我也沒準備 我們製作人在那邊啊 對不對 我也沒準備 我是信手撵來 沒辦法 才高八道就是這樣 澄清一下 所謂的國文考是什麼呢 是說我們不需要背 為什麼 因為呢我們是學會 自己就可以 讀文言文是怎麼讀 是是是 然後就自己可以揮灑了 是吧 那更高端 沒有因為現在尤其有了Google之後 完全不用背 對 Google太方便了 是 那王維的宋別 這個字非常有名的喔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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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剛才可以把全文 真的 祝伯爐自家給人全文 與人間挑貿易物占便宜 這個交子要有餘防 莫碳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久 與人間挑貿易物占便宜 太厲害了 好不好來 佩服 好不好 我跟你講 年輕的朋友 你看77年次 你不要說我五年級 真的很 蠻辛苦的 我們的果文 高中的果文 後面有一段是背誦 我不曉得你們考試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的提醒 考題有沒有這樣考 我們以前選擇是非 最後一大段是默寫 有有有 也是有的是吧 可是可能小考吧 斷考 小考斷考 小考斷考 我們就月考 對對對 就月考會有 不一定看學校出題老師 以前都是這樣子 但是現在年輕朋友 能夠把這個月下賭捉釋手 這相對是比較popular一點 但是也很了不起 這一點打從心裡 真的很佩服 不敢當不敢當 齊森哥能夠把珠子之家學員 被滾瓜爛手 打從心裡佩服 而且我告訴你 而且速度之快 真的 黎明基斯堂 你都在那個人間 就沒有關係 一種非常當 半世半年 一月月從某五年可決 這個可以自己快轉嗎 是自己快轉 這種背法你可以嗎 就像漢王中的經過越多 以前專門在背的時候 可以現在都忘光了 事而伏起交無力 來 事而伏起交無力 心成恩則死 漂亮 好不好 好來我們還有影片 還有影片 我們準備的影片 精彩 也是跟警戒有關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漢庭議員 在對社會議題 關注上頭所拍攝的影片 那警政署先要規劃 將來新的 這個布料要 採透氣度30% 對就是說假設 因為不知道中央的狀況 假不考慮中央怎麼樣 假設不考慮的話 如果到明年一樣沒有反應制服 沒有發下來 台北市到時候能不能夠自己來決定 先補助多的 我們會再跟蘇李來協調 做全面性的犯法 不是我問市長 就是假設中央都沒反應 那錢不是問題 好OK下一張 因為在上一個會期 我們一樣非常關注 警銷的加班費 但是仍然到目前為止 中央仍是沒反應 所以市長這部分 能不能夠持續的 向中央來爭取 警銷加班費 何時計算 可以吧 這有什麼問題 OK好 那當然如果您自己要選 也希望 漢婷既然 對不起 既然你這個拍影片 能夠成為政治圈的 YouTuber的第一代 第一代這個 YouTuber 那 我要很 坦白說 雖然我已經沒有在看電視 特別是電視新聞 因為我們家沒有裝有線電視 平常工作很忙 回到家裡 然後你一個月去花這個錢 這麼窮才太可憐 這麼窮才太可憐 不值得 不值得 對啦也是就是清貧 因為我也是不貪污 苦芒翻亂 真的 那我要說的是說 可是 你的議會的這個質詢 奇怪 我是今天才特別留意到 也就是說 你在質詢界 我能夠這樣說 你不是紅人 可以這樣說嗎 對啊 那你都知道說 你可以透過YouTube 然後去做一些影片 而成為紅人 所以你很會抓觀點才對啊 你很會抓議題才對啊 你知道怎麼樣吸引CAMERA才對啊 那為什麼 我剛剛說 就是說你在質詢的 像這些影片 如果不是你放 我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那你怎麼沒有在質詢界 成為紅人呢 因為媒體關注的 跟議員關注的不一樣 那我覺得不應該為了媒體 你不留俗 應該這樣說 因為媒體關注的當然是 大聲吼叫 罵人 送東西 雜場 丟東西 那我覺得沒有必要搞那一套 認真把市政做好 比較重要 那通常質詢都是 其實我們大概都知道說 這件事情市長應該會同意 所以我們才問透過市長的同意 來得到一個真實的認可 讓這件事情能夠順利的辦下去 比較重要 那因為先前也會有各種的便當會 或者各種的協調會 所以其實我們重點是 確認哪一個市政要推行 哪一個阻礙他要被排開 那可能是局處首長 他做不了決定的 一定要市長確認 那才透過質詢這個機會 然後讓市長來拍板定案 因為議員要跟市長見面 也不是那麼容易 也只有質詢的時間 那我覺得 政治性的攻防 不應該留在質詢來做 因為質詢要留給市政問題來做 政治攻防在政論節目上 就可以去罵他 那再來呢 是 我覺得 做秀也沒有什麼必要 我也不是很擅長 一下 我真的很佩服王世堅議員 非常佩服 一下又送香輝 一下又送龍袍 一下又送故事書 然後我第一次當議員 就是第一個會期剛開議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天 然後聽到國民兩黨朋友說 市長施政報告之前 要一個叫慣例性杯葛 我說搞不懂什麼叫慣例性杯葛 應該就是他施政不利 或他有問題才要杯葛嗎 那我慣例性杯葛 然後後來呢 第一個發言的就是王世堅 王世堅就拿一個大包的行李箱 然後就要什麼柯文哲 大包走人 然後聲音之大 我第一次看我就覺得 被嚇到 然後罵柯文哲毫不留情 然後幾乎是人身攻擊式的 然後我就覺得 柯市長能夠這樣挨四年五年 也是蠻了不起的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要這樣挨 那這樣在議場上算是有柯派嗎 不算了 比較就事論事 因為他做不好的地方我還是批他 所以說其實講到這裡 漢廷是了解媒體的生態的 只是他不願意 把自己的這個質詢的風格 去做這樣的迎合 或者去做這樣的搭配 看議題 如果因為先前 比如剛好智慧販賣機的那個事情 那他是 確實跟市政有關 然後我也覺得柯市長 他是被 另外一群人攻擊的太過不像樣 就是有點到扭曲的程度 那我覺得有必要來幫市府這邊做一些 釐清 那人家看了可能會覺得是我是有柯 但其實我是把市府的這個政策說清楚 沒有有不有柯 我們是有台北市市民 對不對 我就做一個議員 本來就是應該要是這樣子的 那可是我回到剛剛的問題 那如果你 不是成為質詢界的這個紅人的話 我們還是要對選民的付託有所交代啊 選民怎麼知道說你做一個議員 在議會有沒有好好的在質詢呢 這個部分你是怎麼樣去傳達 讓你的選民知道呢 這確實很困難 還是只能透過不斷經營自媒體 然後有機會能夠多發聲 讓市民朋友們都能夠知道 我們在努力做什麼 那目前的管道其實也只有臉書跟YouTube 然後歡迎所有的朋友都能夠來訂閱跟按讚 但對於很多的市民朋友來說 他也不太關心議員到底做什麼 他可能只是需要一個知道一個結論 所以在今年我們彙整了去年一整年所有的問證 跟地方服務的案件跟陳情 總共提了131個案件 地方服務陳情有350一個案件 都是我們盡力來幫地方上做事跟爭取福利的 那我想大家 那怎麼讓大家知道呢 對其實我們也只能夠在臉書上 然後在一一的這個平台上來廣播 就是感謝感謝 是 我們非常樂意 因為我們跟小編製作人 我們都聊過 我們最鼓勵就是年輕朋友參政 從事政治服務部 不要對政治失望 因為唯有你的參與 才能夠讓現況去做改變嘛 所以一天到晚在那邊酸 罵沒有用 我覺得 怎麼樣能夠讓自己能夠投身 為這個社會去做一點事情 一點點的這個燭光 能夠照亮周邊的黑暗 確實是 那時候我議員之後會不會有一些包袱啊 比如說在影片上面會比較收斂 對耶 你以前可以無所謂 你現在應該要有一點偶包 我們所謂的偶包 就是所謂包袱 但是還好要看哪天 他比較在意外表耶 看劇情 看劇情 不能太醜 因為我是辦無盡黨 因為我都是辦壞人 我在劇情都是辦壞人 對他剛剛連色老頭 色老師他都願意嘛 對啊辦太監什麼的也都有啊 然後就是看劇情才去做一些調整 而且除了還有一個 這個你從自己做的影片到質詢 都focus在這個警政議題 或者是為警察的我們的警察同仁 來做這個福利上頭的爭取裝備的改善等等 為什麼去選擇這個區塊 是因為家人 還是還是你特別舉例了 沒有啊 因為一開始我在拍影片的時候 其實就是以這個 然後獲得很多朋友的支持跟關注 所以那當然我必須兌現承諾 那我在議會當中也持續的 為他們發聲 因為我確實過去是訪問了很多的警察朋友 然後他們來說哪邊有問題 覺得哪邊可以再加強 福利可以再改善 所以我到了市議會 當然就盡力從這一塊來去做下手 那比如說我們所爭取的 叫加班費核實計算 那因為呢 在中央的法令規定是 目前警察加班超過100個小時 或是加班費領到17000元以後 那你多加班的班 然後你都領不到任何的錢 你只能換休假 就是當做功德 結果可能也修不到這樣 所以我們希望是能夠爭取盡量的放寬 比如說你是在有特別的群眾抗議的活動 那額外的這個加班 你可以額外的再給加班費 那麼經過了幾乎這樣一整年下來 因為當我們的反應 因為警察局他也不方便說自己去跟中央要 那麼他講說有議員來提 所以局長然後去申請就比較容易 那後來經過多次的協商之後 中央內政部最新一波下來的函視是講說 只能夠放寬 因為過去100個小時跟17000元 比如說他卡到100個小時 但是他領不到17000元 然後現在稍微放寬說你可以領滿17000元 那大約可以讓以台北市的話 大約可以增加200多位的同仁 然後一個月可以多領到幾百塊錢 雖然不無小補 雖然不無小補 但當然還是很不足的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能夠持續的再努力 因為我們希望爭取另外的叫做 遇到城抗事件的時候 這個額外的加班費必須要給他 或者是遇到大型天災額外的加班費也必須要給 那先前我們問的那個警察制服是另外的 因為先前警察換了衣服 換了黑色的 但其實那個呢 就夏天穿的非常的熱 就材質非常的不透氣 非常不好 很多警察要自掏腰包去買新的 換好的材質 那與其警察自掏腰包 這個錢就應該由台北市出 那一場的質詢其實 我覺得他沒有回答到狀況 因為當時他講說 這個制服都不需要聽中央的規定 對沒錯啦 就是樣子要跟中央一樣 但是材質其實是可以 台北市政府自己出錢來換的 那局長是講說 因為中央也發現到這個問題 所以中央他還在統籌規劃當中看怎麼換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中央做事很慢 不能時時刻刻靠中央 如果中央到明年的2月都沒有反應 都沒有說要換發的話 那台北市政府克文哲 你就乾脆拿第二預備金 來幫警察換一套好的制服 就材質更輕鬆更好的 然後警察穿了也不會累的 你看我願意為你們新黨的這個部分 去爭取一下政黨票 因為你現在是市議員 你發現這個問題 如果說中央裡頭有立法委員的話 他就可以叫中央好好去查一下 警察這次換裝裡頭有沒有貪污舞弊 因為怎麼會越換換了一個不舒服的 然後又不吸濕排汗的 不是應該越來越好嗎 我還記得之前的新聞報導是說 換裝了以後更舒適更具有功能性 沒有 拜託今天的紡機業 它這種功能型的這種材料 是非常普遍的 普遍的 所以要做一件在夏天穿的能夠很舒服 冬天穿的又還能夠有一點保暖功能的 這種機能布料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中央要有人的很重要的因素對不對 光你在市議會叫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能夠上下連通 把地方的意見 需要中央解決的中央有人 能夠幫我們繼續來追下去 漢妮不只是關心警察 還有另外對青年朋友也很關心 年輕朋友過去十大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買不起房 永遠問他問題的時候 排名第一都是買房這件事情 有關於買房 侯漢妮也有他的這些看法 我們來看一下他在議會的諮詢的影片 所以也不僅是我很多的議員都在問 不論是從上一次的會期剛開始 或者是到上一次的總質詢 因為在總質詢結束的時候 市政府給我們的書面回答叫做 如果能夠取得議會議員多數的支持 就會配合眼影修正 我們先不問到底要眼影修正到什麼時候 我想先問一下財政局的態度 您是否支持理論上在建商剛造好房子 第一年應該只科於1.5% 那未來如果你持有越多年 或者你持有越多戶 應該要採取累進課稅 或者應該要課到3.6% 您是否支持這個意象 對年輕朋友買房租屋 漢妮在台北市議會有很多的質詢的內容 我們待會來請教一下 但是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有準備三富的春聯 要提供給我們的粉絲 刷起來刷起來 那如果這個題目是說 侯漢婷議員他的選區 是在台北的哪個區域 我看到已經有網友回答正確答案了 我就直接說 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人寫天母 市林北投 市林北投 也有人寫市林北投 好不好 那到底是什麼 那我想我在隔3分鐘之後 我要揭開這個答案 為什麼要揭開答案 因為我們待會抽獎 他還是要有一點時間的 所以說我再給大家3分鐘的時間 按照大陸的這個綜藝節目的說法是 關閉通道 關閉通道通道 這個在台灣很多人不是很了解 我們就要關閉了 然後揭曉答案 希望趕快把握最後的3分鐘 接下來是 對對我要先請教 這個有關於屯屋稅 什麼時候來實施 屯房稅主要是針對建商 他在剛蓋好房子之後 早期台北市的規定 是說你一年如果售不出去 那麼你在之後 你就要科與3.6%的稅 就是表示你看 這就要屯房 對 假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屯了很多房子你不去賣 為什麼呢 你就是希望說價格能夠再高一點 或者講說你希望價格不要下跌 然後你要等到合適的機會才能夠賣得掉 那因此如果科與屯房稅的話 那如果時間越久你賣不出去 那麼建商就會為了要避免稅 而降低它的售價 那麼理論上就會使得房價比較低 好 那麼過去科文哲在2017年的時候 他曾經把屯房稅的這個門檻給拉高了 就是原本應該是一年就要科的 然後呢 原本是一年就要科3.6% 然後他把它放寬到3年 也就是說對於建商來講 他就可以慢慢屯到3年都不會有事情 3年才科比較高的稅 好 那麼現在我們就是要要求說 希望他能夠把這3年的寬限期縮短為一年 因為理論 因為先前其實去年來看 並沒有因為你放寬到3年而始的房價有比較降低 那麼科文哲他是回答說 去年啊 2017年之所以會被延長 那是因為議會偷襲 因為科文哲講說議會裡面大部分都是比較不支持打房的人 然後議會裡面比較多支持建商的人 概念上是這樣啦 你看吧 所以我在質詢的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講說 你不能夠因為去年的議會怎麼樣 而來限制這一次議會的提案 那你該做的還是要做 那柯市長也同意 因為呢 先前有非常多次的質詢也好 書面質詢 然後部會質詢跟總質詢 然後我都在問屯房稅 你可以做嘛 那但是每一次他們所答出來的問題都是講說 哎呀去年就是沒有過啊 不會是因為他們也不太懂 財政局其實都很清楚 他們的答案都講說 如果取得議會的多數同意 他們就提 那我說你市政府要不要推這件事情 你不需要去考慮議會的生態 議會知不支持是議會的事 但你市政府要不要做什麼 是市政府的角度 你當初演義就是一年嘛 被議會杯葛了 被議會否決了 那這個責任就是反對的議員身上 所以呢 後來我們在追問之下 在台北市政府的公報最新確實有推出來說 願意把這個 存房稅給建商的寬限期 從三年輸到一年 也就是說建商在持有房子一年準備開始賣 如果第二年他賣不掉了之後呢 那就要開始瞌睡 所以就會迫使他在第一年的時候不會賣一個太高的價錢 那會比較願意第二年以後開始降到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價錢 就是合理的價錢才能夠把它消掉 因為他一年都會消不掉 他就要開始瞌睡 那理論上呢是希望他持有越多年的 然後就要瞌越多的累進稅率 就是要才累進的這個稅率 但是還是有上限 上限3.6 這是因為中央法規的問題 這也不是台北市問題 雖然有一些朋友覺得說應該瞌越多越好 但是其實那也不太合常理啦 真的瞌到太重的話就沒有人要願意蓋房子了 所以合理的利潤還是存在 並不是說完全打壓到建商的一個生存 而是希望能夠取得一個平衡 那麼最新的進展呢是台北市政府 確實他也預計要這麼做了 那當然這個提案呢就送到議會來了 那也果不其然的被佔割了 被佔割了 然後呢我們議員自己也有提 因為像我啦瓜吉啦 然後跟那個時代力量都有提 我們算是年輕一輩都很關心 這些比較囤房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都有提案 那提案呢也果不其然的 也被佔割了 被割製了 對所以我覺得跑台北市議會的記者 應該為了這個年輕朋友這種 比較公眾的議題 多去關注一下 然後把那個簽名讚歌的議員的名單呢 給我們公佈一下 我們看到底是哪些議員 相對在態度上是比較反對打房的 然後呢就知道 應該是那個選舉 登的廣告特別大的啦 公車跑特別多步的啦 簡單說啦就選舉花費特別多的啦 要選一個議員喔 經常五千萬以上的 那個是很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情況 所以 因此我們才會鼓勵啊 很多人學習一下漢庭呢 用如果拍拍片 如果再透過網路的行銷 然後呢拿個 大概一百萬 就能夠參與一場選舉 或者在五百萬之下 就能夠參與選舉 那他在做事情上面 絕對是相對的比較乾淨 我們進入到快快答 好的 準備好了嗎 快快答在五秒鐘 要回答出答案 不然的話 不會啦 第一題 請推薦士林北投區三個景點 太多了不知道該怎麼講 你自己是不是士林北投 你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士林北投出生的 那個復興公園泡腳池 然後 復興公園泡腳池 因為大的都在北投 大的很多 那個什麼 溫泉博物館 然後地熱湖 然後跟 那個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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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投車站其實本身 也算是一個還不錯的景點 很漂亮 在亞民山的公共浴池也是很棒 法谷山 然後這是一個拍照很漂亮的地方 法谷山的農禪寺 在北投 對 是是是 好 第二題 你最喜歡的政治人物 洪秀柱 有Guts敢講話 有破令 有膽量 OK 上下連這個 飛雪連天寫白鹿 金庸十四本 小說首治 做成上下連 孝以 孝以什麼 以必冤 什麼什麼 完蛋了 完蛋了 孝 孝 孝 來我們提示一下 孝書神 孝書神霞以必冤 耶 漂亮 謝謝 第四題 先傳一下 幸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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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推動的就是幸福企業 最討厭的政治人物 發財國內旁邊有一個檀牙麵 我跟你請教一下 石排路上去到榮總前面 那個蔥油餅好像也是蠻多人在你們買 有蠻多人排隊的 蠻多人排隊的 那郭董常去吃的牛肉麵是不是也在那附近 我也不曉得 我也不曉得 好的 那再來 依依你表揚 社會付出貢獻的辛苦工作者 特別舉辦了什麼公開票選活動 感人工作貢獻獎 漂亮 最感人工作貢獻獎 因為我參加那個依依的尾牙 所以我知道 是 對 我們只要是來報名 我們也歡迎士林北投的這個朋友們 來報名 我們分十一大類 第一類我們通過網路票選 第一類就能夠讀得十一萬的獎金 我們就在鼓勵大家都能夠 在各個行業默默工作的人 能夠被挖掘出來 所以 只要是推薦這個得獎者 這個得獎者拿十一萬 推薦人拿一萬 我們希望鼓勵更多的耳目 來幫我們去找出這些 挖掘這些辛苦工作的這些朋友 好不好 第八題最喜歡的女明星 新十二生肖的貝馬劉志宇 因為他有跟我拍片 所以我只能回答他 因為其他女藝人都沒有跟我拍片 誰啊 新十二生肖裡面的演貝馬的角色 叫做劉志宇 因為我跟他合作 劉志宇不是劉志漢的妹妹吧 對就是 就他啊 因為我跟他有合作拍片 拍什麼片 他也是以前鬼島那些事的小短片 便利商店的辛勞的那一集 那找他貴不貴啊 而且你為什麼會找到演員 不花錢啊 你為什麼會找到演員呢 因緣際會 因緣際會 完美的答案 應該是有什麼故事吧 可能時間不多 有貓膩 還有一個阿婆的趙咖 豬腳飯 因為我在裡面做過直播 然後市東市場二樓的麵疙瘩 市東市場裡面美食多啦 超多 真的 市東市場是個好地方 我也推薦 客家飯 市東市場二樓的客家飯 然後再來北投蔡園藝紅茶 高級紅茶 你一副好像你對市林北投的美食 還有研究 你是住那裡嗎 無家牛肉麵 他在北投那個大陸上 那你是不太逛夜市啊 你剛剛都沒有講到一些夜市的 夜市其實都比較 都差不多 講到市林北投 我們來介紹大家 市林北投有哪一些的職缺 可以利用這個今天的機會 告訴我們 特別是網友 春聯送完就結束 OK 市林沒問題的 好 我們趕快來介紹一下 在市林北投 我們特別幫大家找出一些 因為我知道漢廷來 所以有很多市林北投的粉絲 我們一定要介紹 這裡頭是營業達 營業達喔 開玩笑 客服數據分析工程師 月薪四萬二 經驗不拘大學以上 當然可能你要相關科系 你才能夠去當這個所謂 數據分析的工程師 還有客戶服務工程師 月薪六萬二 哇更高 也是經驗不拘大學以上 我相信也是要有一些 相關的背景啦 好嗎 另外呢就是診所 永恆美診所 也在市林北投 物理治療生 月薪是五萬 五萬幾跳 經驗不拘 學歷不拘 物理治療生喔 那你就是 相當於助理的這樣的一個 階層的工作 五萬塊 骨科物理治療師 師級 師級才四萬 哇 經驗不拘 學歷不拘 沒關係就先投起來 我相信這個應該也是 所謂的儲備啦 因為你經驗不拘的話 怎麼能夠做物理治療師呢 應該是先是 追隨著這個物理治療師 來做吧 這是我們的職缺 來介紹給 我們的所有的粉絲 接下來我們要公布答案了 我們封關了以後呢 答案是 士林北投區 在士林北投區的台北市議員 侯漢廷 希望看過今天節目的 對侯漢廷議員 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那麼可以去跟你的 千萬好友 特別把我們今天這樣直播 跟他們去做分享 我們也會把直播的這個精彩內容 分享給我們在士林北投 我們1111的會員 讓我們的會員 進一步的去更了解我們漢廷議員 好不好 士林北投 士林北投 到底今天得獎的 幸運粉絲是誰 三位 第一位是士林北投的妹 應該 看起來應該是女生了 士林北投的妹 都是士林北投的 哇 還有士林北投的陳恆光 恭喜你 士林北投的楊金龍 恭喜 我們三位 都可以獲得 黃漢廷議員的 應該可以簽個名吧 可以 春聯 好不好 恭喜大家 今天很開心 跟漢廷聊了這麼多 包括了這個理解了 他深厚的這個國學底子 中文底子 另外二方面 也看到他在 市議會當中 正台上的表現 而且不一樣的一樣 比較不太容易被士林北投 的這些選民所了解的這些問政的內容 剛好 透過我們的這個直播節目 讓 而且今天看起來抽獎的這個結論 是很多士林北投的粉絲在收看 讓你們 我覺得這些粉絲我真的對你們非常的尊敬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為了要了解他們自己所選出來的侯漢廷議員 然後還守在我們的螢幕前面 或是手機前面 來看看他 在這邊的一個表現怎麼樣 好不好 那今天的節目呢 就進行到這個地方 我們下回 如果你喜歡哪一些的我們的明代 到我們節目裡頭來 你都可以紛紛的在我們的這個留言板上面留言 我們會想辦法來為您做邀請 今天很謝謝侯漢廷侯議員 到我們節目裡頭來 然後也謝謝我們所有粉絲朋友的觀看 我們下回見 掰掰 掰掰 謝謝 謝謝 感謝各位